大家好,欢迎收看MuchoFee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11月的港产片 由于接下来的内容一定会夹透 所以听完这些电影后才回来看这条片 但在开始之前,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还有如果想做这些实际的支持的话 可以透过成为会员和Superfans 现在亦需要成为会员 就可以产生申请部分影片 以及享受其他会员专属的福利 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但在开始谈下个月的港产品之前 首先要谈谈最新的票房成绩 直至10月22日为止 第一名道士大藏,票房大概有,一亿一千万 第二名是死司死时14,票房大概二千三百万 第三名是超神经骗叫望下,票房大概一千六百万 第四名是别叫我赌神,票房大概一千二百万 第五名是属属三人在天难,票房大概一千二百万 第六名是命案,票房大概一千一百万 第七名是封了喜时,票房大概一千万 第八名是吸十九水的我,票房大概一千万 第九名是阳云,票房大概有9百三十万 第七名是楼水落花,票房大概有6百六十万 至于我的天堂城市,暂时只有四百八十万 只有阳云的大概一半票房 不知道可否突破一千万 但以现在的成分看来,确实有点难度 因为11月的电影竞争激烈 4月2日同时上映的《夜效》和《白日之客》 两者要互相竞争之外,更加要面对8号上映的《The Marvels》 虽证《Marvel》一早已经光河日下 再加上这部电影对观众不吸引 单个人认为《Marvel》电影一定会导致八日之客 在第二个星期大幅减长 至于第三个星期,也即是16号上映的《年少日记》 更加要抗衡同日上映的《机外游戏前转》《明了与游蛇之歌》 而在第四个星期,也即是23号 更加要面对《拿破律》 在《八年少日记》都是空多吉小 只要第五个星期,也即是30号上映的《八日成分2》 上映一个星期后就会面对《Walker》 只能说11月是死亡之月 看白讲产片都是空多吉小 所以《我的天堂城市》和《央云》应该会相计落华 而个人就希望《八日之客》《年少日记》和《八日成分2》 都能获得高的标准 毕竟前两者都要获金马掌 在《八日之客》里面发现写光的《余香盈》 扮演演演讲的林宝宜 以及扮演自在院友的梁雍廷 都各自交出最好的表现并获得提名 但当然,没有获得提名的姜大卫 在其中也令人印象深刻 至少被他在《犹如笑话》的任务里面 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以及领居的近年都一个代表角色 至于《年少日记》就更加为大奖、最佳剧情片 而只有10岁的小演员王子乐 更加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 近年他一直都活跃在电视剧和电影 例如在ViuTV剧集《940、920》里面 扮演童年余嘉聪 在《季前座》里扮演姜濤角色的弟弟 老板仔 在近期的电影《7月翻轨》里扮演童年 黎向榮等 只能说年纪轻轻 已经有如此成就实在难得 希望他未来能继续会约在香港影坛 而《不日成分2》是两年前 《不日成分》的续作 但可惜最后的票房只有600万 成为那年的最大遗珠 不竟这类型的爱情喜剧的确不容易写 希望第二集的票房能够更加理想 然后顺利开拍第三集 如果你想抢先收看 这三套电影的影评的话 都可以透过加入会员 只需15元就可以请先收看最新的影评 以及收看会员的专属影片 而更多的会员专属影片 也陆续更新 请留意 至于近期也公布 10月底有多数纪录片正式上映 举止是 我之前演出过影评的《尚美原场》 电影最于28号正式上映 但因为英网 不让张敬天在正式上映的版本里出现 结果电影就由80分钟 变成现在的77分钟 《尚美原场》 围绕70年代的娱乐大亨 欧德丽也就是不觉船工戏院的创办人的新名故事 而张敬天曾经所住的 Alberos和库林大宅 正正就是欧德丽的旧居 而在纪录片中 导演千辛万苦地 找到欧德丽的后人 并邀请他们来到Alberos 和新屋主张敬天来个世纪会面 但可惜这个部分 就是在现在正式上映的版本里 做到三奖 只能够说 由于电影应该把握机会 在第一时间长线收看 如果你想知道 有张敬天版本的内容的话 都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而上至今期已闻预报的内容 如果想知道更多这两人的影片 记得like、subscribe和share出去 还有follow我的IG 你也支持 绝对下集这影片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Muchrophy 我们下次再见